滿滿人潮的小樹市集 受到大朋友小朋友喜愛 北中南都獲得熱烈迴響 高雄市民也敲完很久了 本週即將在作音連池潭華麗登場 高雄市觀光局也表示了 選址在有兒童公園的連池潭舉行 一定會讓孩子們玩得超開心 連池潭呢 它在旁邊有我們的兒童公園 那兒童公園本身就是為了 小朋友而設計的 它附近有很多的郵具 那包括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愛麗絲的一些設施 可以讓小朋友遊玩 所以說可以跟我們的小樹市集 做一個結合 招牌上寫著 我是小老闆市集的攤商 大多都是小小孩 影片中這位妹妹拿出衣服 專業喊假 還引到客人購買玩具 真的是有備而來 打算讓寶物們全部被清空 可以讓小朋友或家長呢 帶他們這個二手不要的 或者說已經閒置的嬰兒用品 或者說幼兒的一些設備 那它就可以做一個 二手市集的販賣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學習 如何習慣愛物 並且把這些東西 可以讓予給這個更需要的人 那所以說它算是一個推廣 的節約能源 然後還有愛護地球的一個概念 隨處可見銅板架的商品 這裡稱為挖寶樂園 透過交換二手物件 讓原本可能被丟棄的東西找到新主人 年節將近呢 那大家其實也都會大掃除 那也希望說呢大家可以把家裡有不用的 嬰兒用品或幼兒用品 已經開換掉的 那也收起來的 那如果說可以來這邊做一個交換 那也可以來在我們剛好 冬天的話在高雄也算是一個很涼爽的一個季節嘛 那大家就來我們的兒童公園 來進行的享受我們這個愉快的週末 童趣十足的小數試劑 將在12月3號和4號登場 如果沒有報名來當攤主沒關係 帶著孩子們來走走 說不定可以便宜收購到想很久了 卻一直還沒下手的商品 記者鄭光佩 關夢如 高雄報導